那有可能是 郁曉威去交給柯文哲 一千五百萬嗎 我告訴你絕對不可能 這個事情不可能讓郁曉威做 如果要做的話 是沈慶晶自己本人做 她跟柯的交道 怎麼可能讓第三者介入完以後 把她說話不聽 把她抵掉了 把她控制住這個問題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翻臉 所以這個錢的 我認為郁曉威的去處 很可能是退回去給小沈 如果柯文哲帳號裡面 類似的金額出現的話 那這個事情就中了 在這個金華城的案子裡面 有一個大家沒有注意到 但至關重要的新聞就是 她發生了公安事件 發生了公安事件 出了一條的人命 出了一條的人命以後 第一個到現場是誰 黃三三 黃三三妙的是 她不是公務副局長 你也不是任何的人 結果呢 黃三三第一個到了現場 第一個到了現場以後 我們昨天也特別提到了 是柯文哲馬上就開了一個市政會 市政早上七點半 七點半把所有的副市長 把所有人都找來找來以後 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財事 要什麼 老姐 趕快讓這個東西復工 復工了以後 進來就妙事 你這個1500萬 剛剛講 金華城的這個改建的執照 是在10月18號 如果我不能讓你復工 這個公安事件不能解決 我不能復工 不能復工 我的建造就不能發 不能發的話 如果你們中間 真的有行為的過程的話 你建造不發 我的錢就不進來 妙的是 10月18號建造給了以後 在11月1號的時候 就在USB裡面 記載了2022 111小省 1500 省慶基 我也解釋一下 因為建造發了以後 建築公司才能去申請融資 錢才能夠下來 土建融才能夠申請 沒有建造不能申請土建融 所以它有一個銀行的撥款的條件 是根據建造 建造下來之後 才確定的融機率 所以它的融機率跟建幣率也同時 那個建造通通代明清楚 也不會有變更了 所以這是一個確定的東西 如果有這個要答謝了幾步的話 當然要以建造下來到這個業主手上為準 才能夠 才有依據不會有變化 這第一個我可以把法令解釋一下 第二點 柯文哲寫這個1500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1500元現金 一個是他跟小省約下午3點鐘 那我相信今天金周刊敢放這個出來的話 表示這個檢調方面 已經查過這個行程表 1500是下午3點鐘 下午3點鐘我不相信這個 他們兩個人會在這邊碰面 一個要上 兩個都要上班 而且有可能一個不在台灣 因為小省不是每天在台灣的 所以我想應該排除掉行程的可能性 就是1500萬 就剩下1500元現金的問題 而且他特別提到 應小威的腳踏就是這個時候付出來了 因為應小威的這個時間 他剛好就有一個1500萬的去向不明了 對 從那個4740萬裡面 目前查到的有開銷有去向的 有1500萬不明嘛 對 那我們現在問一個問題 那有可能是應小威去交給柯文哲1500萬嗎 我告訴你 絕對不可能 這個事情不可能讓應小威做 這個事情要做的 如果要做的話 是沈慶晶自己本人做 他不會交給別人做 對 他跟柯的交道 怎麼可能讓第三者介入萬一 然後把他 等於說 說話要聽 把他抵掉了 對 把他控制住這個問題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翻臉嘛 對 對 所以這個錢的 我認為應小威的去處 很可能是 退回去給了 給了 給了 給了小沈 因為應小威的 因為那個錢是從中工的系統裡面 洗出來的錢嘛 所以一部分 所以他要回流到小沈身上 所以這個交付的細節 就會變成 沈慶晶直接對柯文哲 所以又回到這個事情上面 但是有一個好處在哪裡呢 這個檢調就有一個優勢 檢調可以用這個條件 用這個減免豁免的條件 對 來跟應小威談判 所以應小威就承認說 我這個錢已經有退給 回給沈慶晶了 回給沈慶晶了 然後你再算這個時間點 就差不多是 那除了沈慶晶的話 沈慶晶有沒有給他 他承認不管他 那再來就第二個問題了 在這個時間的附近 柯文哲相關的帳號裡面 有沒有進到總加有類似的金額 多了一千五百萬 類似金額啦 有一千五啊 一千三一千四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柯文哲帳號裡面 類似的金額出現的話 那這個事情就中了 柯文哲就中了 那不管小沈同不同意 小沈認不認罪都不重要了 因為只要有印小為的證詞 就咬到了小沈 那小沈否認 但是從柯文哲這邊 有看到類似金額出現的話 他就已經構成他所謂的 定罪或起訴的要件 所以現在已經從 貪污制罪條例的第六條圖例 已經上升到第四條 違背職務的行賄罪 那是十年以上 無期徒刑的 對 那這個金額 就所謂的金流 就有可能出現了 那其他的金流一定還有 因為所有的給付 一定是從這個建造之後 開始給付 所以他會分批給付 所以以後你還 當然嘛 因為這個東西 跟工程進度有關 跟我的貸款有關 對 要貸款的錢下來 我才能夠撥錢出來 對 因為小沈也不是個 很寬裕的人啊 他不是口袋裡面 也是挖東牆補西牆 沒有 我可 針對本案來講的話 一定是等到銀行的撥款 對 他才能夠有這個能力 去做這個相關的 起付的工作 所以在查銀行撥款的時間 跟相關帳號的話 搞不好柯文哲 就是查到他 後續的長錢的時間點 好 宜憲 大家曉得這東西 有個關鍵點就是 我為什麼要在這個建造拿到 建造拿到我才可以融資 這個就剛好 符合最近流傳的江湖傳言 因為 沈慶晶裡面 還不是麻糬都現金 你也在種錢 他也是十個鍋子 五個蓋 左手換右手 也就是我這個工程是 我不但是弄工程 然後用工程 我就去貸款 貸款了以後 我才能夠毆龍洗洞 洗到我要洗的地方去 法律哥 剛才胡總講到 兩大重點 第一件事情 沈慶晶的經濟狀況並不寬裕 各位不要誤會了 不要以為說他有淘租銀元 他有經濟狀況 沒有 他經濟狀況不寬裕 所以包括 暫時在總統大陣期間 事實上 沈慶晶要發放 非常多的建制現金 去給這些所謂的議員 到甚至是 可能是有所謂的官員 但是為什麼 很多人都拒絕 因為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錢 是借來的 那這時候你就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你怎麼個借法 就是剛才胡總剛才講的 為什麼一定要有建造 為什麼那時候發放 因為建造之後 你才可以進行所謂的融資 你才可以貸款拿到錢啦 我講白話就是這樣子啦 而沈慶晶都不要忘了喔 他底下有非常多的什麼 中工 很多的徒子徒孫 子公司 有工程 對嘛那這些子公司 孫公司我跟你們講 22個 對不對那22個裡面 底下有幾個工程 我就給你20個就好了 如果今天這20個工程裡面 剛好每個裡面 都需要進行所謂的融資 行所謂的貸款 可是沈慶晶他的錢是從哪裡來 各位不好意思喔 就這邊 這邊500 這邊1000 這邊500 這邊1000 這邊500 湊起來 才變成他發放政治現金的來源嘛 所以為什麼檢調一直在找出什麼 公關費 公關費 然後找不出個什麼 所以然來 因為直接撥出去的 對 而且保健康你知道這個錢最可怕的哪裡嗎 我如果是用這種方式 貸款到的錢 對不對 那我可能現金來現金去 我到時候 由這些子公司 孫公司直接 我要再火花過去 我現金拿 我沈慶晶直接當面交 那你怎麼查 你根本就查不了嗎 因為你的帳面 明目上沒有經過沈慶晶的金流 也不會經過金華城的母公司嘛 都是這些看起來 風馬牛不相干的子公司嘛 都是底下的營造商 對嘛 所以很多我們講的 民意代表藥 根本不敢收 你搞這個 那我們都認起來不要了 謝謝 心靈了好不好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那你知道為什麼柯文哲 自始至終這麼放心嗎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一個重點 這些錢很有可能是現金 他不一定會進入到帳目 不一定會進入到金流 不一定會剛好這個 我們講 這個寫的也是什麼 這是他的筆記本 我們現在才髒到耶 不然如果突然間 一筆一千五百會進 他這三個帳戶裡面 檢調絕對 把他的大動作搜索嗎 這怎麼會有這種怪事 所以代表很有可能是現金喔 所以如果是現金的話 你看喔 柯文哲前陣子 去看傅崑奇 他陪傅崑奇 結果從飛機上回來的時候 他也自信滿滿的 跟在場的人說 我跟你講 進華城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我只能害怕 我個人裡面 什麼手機USB 電腦 把我那些資料借給媒體 我只擔心這個 所以柯文哲代表 他有把握現鈔跟錢 不會被找到 給你看到這些 我也不要緊 但他忽略的是 他可能是自己比計做太多了 忘記自己還有做會比 小省 2022年11月1號 所以各位 所以他貓倪在這邊 但一旦這個破口全面打開了 那你想想看 緊接而來會是什麼 包括連小省的桃柱影員 畢竟那是你們會面的場所喔 如果今天是現金來現金去的話 那很多地點要炒喔 包括監視器可能都要去掉喔 就算你有可能滅勝的問題喔 因為代表這個案件 這個細節 已經突破了檢方過去的盲點 真正的貓膩藏在工程款 今天早上我被審計機嚇到 戴個帽子 身上非常萎靡 做個輪椅 然後被全身抽搐 抽搐說 我好像身體有問題了 然後他說 腦袋有不正常的放電 腦袋有不正常的放電 趕快去吧 做電腦斷層 就電腦斷層之後 馬上就會把他送回看守所 送回看守所 馬上送回到牢房 結果他現在靠 那個 剛剛講 抗告會駁回 抗告會被駁回 然後高院直接講 你雖然今天有切乎就醫 但你的身體狀況 沒有嚴重到不能激壓 邦樂哥今天是我們講 沈靜君跟北檢之間 一場生死豪賭 生死豪賭 講來就八個字 就是要錢沒有要麵條 拿麵來拔 他直接拿了麵 來跟我們講北檢香果 結果高院理不理他 不理他 完全不理他 高院就說你的身體狀況 沒有什麼重病嘛 我跟你講你的麵 我不收 你要愛就拿錢來玩 他已經77歲了 而楊楊到77歲 聽起來他的身體狀況 本質沒有很好 沒有很好的狀況下 今天還抽搐了耶 換你一次 現在我們講高院跟我們講 北檢要的是什麼 我跟你講你不用囉嗦 我就是要逼你把金流交出來 為什麼這個金流至關重要 邦樂哥 現在柯文哲請問一下 確定的 我們講鞏固的證據是什麼 土利 土利罪鞏固 但緊接而來 包括我們講 你仔細看這個申請書上說 檢察官對於這個實質上 形式上已經符合土利罪的要件 但柯文哲有不明來源財產 而且共犯一小位跟沈金晶 行賄有不明去向 換一次他在逼他什麼 把不明去向交代清楚 對咬出來 到底這個金流 有沒有到柯文哲 到底你有沒有行賄他 進而把原本罪定本刑 第六項我們講的 五年以上的土利罪 衍生成什麼 進階成什麼 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收賄罪 因為當時有講說 當沈金晶這個計劃成案子 過了以後他論功行賞 論功行賞是透過印小微去分配 在印小微去分配的時候 剛好柯文哲的配偶 柯文哲的子女 這個帳戶 都有不明的資金進去 他現在兩筆錢 我要勾計在一起 兩筆錢要勾計在一起 關鍵就在沈金晶 沈金晶知不知道 知道他想不想土 不想土 結果今天我就說 我要保衛救援金 我已經活不下去了 我已經全身抽搐了 可是沒有想到 高越直接駁回 而且沈金晶做著做全套 為什麼 坦白講高零77歲 就算今年在這邊 在那邊抖 都在說我去做電腦斷層 然後你說 可能假的吧 可能鹽的吧 但不對喔 我們講 北減跟高零都有風險了 因為他年紀真的太大了 那裡面溫度那麼高 這樣一直呆著 會不會到時候真的 我們講關出病來了 很有這個可能 是假的 雙邊都在好賭嘛 就沈金晶賭說 你確定喔 我就是不把錢交出來 那高越也在賭說 沒關係我知道你可能會有危險 但我就是要把你 畢竟你把他交出來 所以你看喔 不只是我們講沈金晶 包括吳順平 包括彭震生 竟然被抗告駁回 而就連殷小暉提出抗告 我坦白講 保健哥很難 非常難 而且今天不是沈金晶 彭震生的抗告 其實他的理由也是一樣 我的身體不好 你讓我出去 我絕對沒有逃亡治癒 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 你現在犯的是 本刑五年以上的罪 而且你已經有 有淹滅證據喔 我剛剛講 他已經確定 彭震生有淹滅證據 勾串 這個證人治癒 他講說 聚保折腹都不來 眾也在這裡 彭震生也講 我的身體狀況不好 沒有喔 你的身體狀況 沒有罹患重病 不能加的狀況 也就是 現在不管彭震生 不管你沈金晶 你都不要告訴我 你身體不好 你這個壓 你壓定了 沒有 在跟你開玩笑 各位你仔細看 神經驚靜的多麼淒涼 他坐著輪椅 然後呢 根據不及者的說法說 全身一直這樣 一直抽搐 一直抽搐 很可怕耶 然後你知道醫生直接跟你講說 而且你知道嗎 他的抽搐是真的 因為每個看守所都有醫護士 如果這些醫護士裡面判斷 我們不能治療 他才會送到外面的急診 當然為什麼 因為抽搐我們這個急診醫師 直接講了 第一個 他很有可能是猝死之前 腦部不正常放電 再來呢 有可能是癮痫 這兩個都會致死喔 只有唯一一種 第三種可能是說 他太過於焦慮 所以一直過度換氣 過度換氣 但你想想看 今天包括江振愈 包括林靜妍 包括郭劍玉 這個專門針對虛擬貨幣 所有檢察官到位 他們鐵了心 就是要你把案情給交代清楚 否則絕對不放你出去 所以今天你就在 剛剛講的你有生命之餘 我只要去照電腦斷成 只要你能夠羈押 我都要押到底 那也就告訴沈慶晶 你死了那條心 你不要想交保 這個保外就醫 你也不要想 能夠出去了 當然為什麼 因為我們舉一個過去成績的歷史 陳定南 我們大家叫做AKA陳青天 當時陳定南就辦了一個 非常轟動的案件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呢 時任這個就是黃任忠這個人 他幹嘛 他是一個欠稅大戶 他是股市非常有名的人 結果欠稅欠了多少 14億 結果幹嘛 直接把他裁定的管收 也是一樣 被收到司令刊所 結果送去之後 他這個情況比神經紀還嚴重喔 你知道他收什麼樣嗎 他有糖尿病 然後最後呢 呆子呆子呆的 因為受不了了 就直接引發敗血症 正是他當年 欸 整個意氣崩發的樣子 結果進到牢裡面 你看什麼 全身都發黑了 這個跟沈慶已經一模一樣的故事 那想要講 現在因為經過昨天的 這個所謂的 激壓境界了以後 已經非常確定 已經鞏固了所謂的 圖利罪的事實 鞏固圖利罪的事實 剛剛講 搞了半天今天出來了 為什麼這麼鞏固 欸 你不是沒有心思症嗎 結果是 柯文哲自己大嘴巴 老闆跟我們常常講 你會讓你去刺喔 還是 你知道嗎 這句話是真的 因為柯文哲就讓他去刺 還是 底下許多公務員 不斷的提醒他這件事情 所以柯文哲這叫 明治不可而為之固犯 但是呢 他仍堅持要這樣做 而且貫徹他的意志 囧難若皆非常明顯 結果呢 還導致我們講的 共犯審慶金 也就是現在被壓著 想要在那邊抖著抖著 抖出來的那個 獲利兩百多億 所以按照湯戶制的條例 第六條 土地罪 最嫌重大 或者是柯文哲為什麼會被壓進去 就是因為自己講的太多 自己講的太飽 才給了檢方 我們講給了院方 這個所謂的有可能會滅政 不誠實的這個原因 因為你咬得太死了 你說你連八百四都不知道 八百四到今年三月四月都才知道 這個時候你就給檢方院長 你有很好的標的 我有很好的工房的這個標的 很簡單 今天第一個 他就要把苗國雅當時質詢他的東西丟出來 第二個 把他的六次的簽名給弄出來 接下來 去證明你早就知道這些事情 把三項鐵證丟出來之後 誒 柯文哲 柯文哲證明你公然說謊 你公然說謊 就有公然傳證 我只要把你這個公然說謊給破了 你的金鐘罩就沒有了 所以從這三點可以證明到一個結論 柯文哲早就知道柯文哲積積極參與 柯文哲全程都涉入在裡面 甚至明知違法還為之 而最後導致的結果就是羈押禁見 讓他現在在裡面蹲 好所以剛剛講到 比如說那三項證據以後 他講不爭辯所謂的事實 就是苗國雅當你不能爭辯 那六個簽名你不能爭辯 那個便當會你不能爭辯 這三個不能爭辯 就證明你早就知道八百次的這個所謂的內容 知道八百次的內容就說 你說謊 說謊你就是明顯的圖利 所以你明知違法 直譯為之 這個罪就框在你的頭上了 好那瑞德 剛剛講的 今天三個被告 全部抗告全部被駁回 抗告被駁回 你說這個東西非常嚴重 而且這個是非常嚴重的指標 這個代表 阿伯你現在想要抗告 根本沒有機會了 還有今天如果沈慶金 還有彭政生 如果真的沒有把事實 交代得非常清清楚的話 你真的就不要想出去了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印曉威所提的抗告也會駁回 那麼這四個人駁回了以後 那麼我會奉勸柯文哲 不用再找律師抗告了 為什麼呢 就算抗告一樣駁回 駁回了以後你要知道高等法院 因為直接都會在第四項的這個聲明裡面 直接寫本案不得再抗告 你就不能再抗告 你就在裡面至少要待上兩個月 一次兩個月 地檢署檢難關必要的時候 再延壓一次四個月 不好意思 你們可能都要在台北看守所過年啦 不要說中秋節過不去 你們可能還要再過年 然後頂多再來起訴的話 各位要知道這個案子有多大 所以起訴的話 法院可能延壓一關 就跟昨天那個女記者講的 那麼主席你現在不開記者會 以後可能沒有機會開了 沒有機會了 你再出來運氣好讓你交保 像鄭文燦一樣可以交保對不對 運氣不好你可能一直關關關關關 關到民國幾年不但因為法院可以 無限制地延壓一次幾個月幾個月 一直延下去 我告訴你喔 阿伯柯文哲在一個 嫌台北看守所的後省市 不是整個環境不好嗎 很糟糕 你要知道很糟糕的後省市 還有冷氣耶 他現在關昨天晚上 你不覺得昨天跟今天 整個大台北地區天氣特別熱嗎 好悶熱 好悶熱 你在那小小的一個 台北看守所的牢房裡面 關了三個人啊 你知道文天祥正氣科裡面 有個人氣 你知道嗎 對 什麼叫人氣 你全身的汗臭 體臭 腋下的 那個味道 包括你的香港甲的味道 全部的味道 還有旁邊你的馬桶的湊氣 你以為馬桶是湊水馬桶 無限制的這樣湊來湊氣 不是嗎 當然不是啊 你用的水有一定的這個 你看旁邊有個大的那個水桶嘛 對 你的水你的什麼東西 都有一定的量 所以包括沒有冷氣 只有一個電風扇 現在還有電風扇 以前連電風扇都沒有啊 你知道那裡面的環境有多差嗎 那個環境的差 不是你阿伯 口中所嫌的什麼 台北地檢署的後省市 那個一個在天堂 一個在地獄啊 那還是天堂地獄 我跟你講他一定受不了 三天就受不了 為什麼 你看彭政生就好了嗎 你看審慶慶就好了嘛 才短短幾天的時間 一個禮拜都沒有 可是我覺得北地檢署 你今天都已經做這個論語 然後我想 他說全身抽絮 全身抽絮總不是假的吧 全身抽絮都說 你沒有罹患重症到不能羈押 你要到保外就醫的條件 必須要怎麼樣 已經到生活不能治理 比如說你中風了 你今天如果中風了送出去 對不對 而且正式就中風了 就有可能解除羈押給你改 你說要生活不能治理 可是你要知道 沈慶慶七十七八歲了 對不對 然後養尊取由大老闆一輩子 然後彭政生當副市長 也沒有遇過這樣 他還有慢性病嘛 對 可是你身體不舒服 跟你有慢性病 跟你沒辦法適應 不好意思 跟我的羈押要件 完全不一樣嘛 我就被你關在裡面了 你以為柯文哲很厲害啊 柯文哲連一個有冷氣的候審室 回去以後都公布一大堆 你忘了他的民眾黨 副秘書長許甫說 這個我們應該要來改善這個候審室嘛 我會建議啊 被關一關了以後 民眾黨反正那巴西沒用的不分區立委 你們就來討論全國的 看守所跟監獄的相關條件的改善嘛 很簡單嘛 所以呢事實上 關進去 現在又是台灣最熱的 這兩天都是三十七八度 在裡面那個悶啊 那悶的對不對 心情的無阻之外 還有悶的 還有很多小草會誤以為說 昨天晚上的菜單 因為你現在 你現在上網去看 可以看到台北看守所的相關菜單嘛 對 他叫我講 紅燒豬腳 還不錯啊 還不錯對不對 不好意思 各位 三十幾年前 我在特種部隊 小弟我幹了半年的火尾跟採買 我每天開出來的 螞蟻上樹 聽起來都很像川菜 這個菜名都是這樣 但是等到真正你拿到餐盤上 喂 怎麼螞蟻上樹 就跟收水一樣 這是螞蟻跟那隻螞蟻 這就是火嘛 火紅火蟻 怎麼不一樣啊 不是啊各位 那個開出來的菜單看起來都很好 但問題是 獅子頭是獅子頭 等到端上那個獸型人 那個獅子頭 是不一樣 沒有你想要做那麼好 像餐廳一樣 沒有這回事啦 因為我們所有的這個監所跟看守所 它每個犯人每一天每一餐的這個速食費 都是固定的 所以呢 大鍋炒 你看到沒有 大鍋炒大殘子 一次要煮給幾千個人吃啊 怎麼可能在這種環境下 檢察官那麼很簡單已經告訴了 意思就是你想交保是啊 河盤拖出 污點證人 馬上交保 好所以楚衛 剛剛講的 現在這個院檢雙方 院檢雙方態度已經越來越清楚了 而且今天高院也駁會了 剛剛講 包括沈慶晶 包括彭震生 包括吳順明 現在接下來看起來 殷小微的抗告也會被駁回 這個態度已經很清楚了 今天如果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了 我們看到地院的兩次的裁定書 先不要講他對柯文哲的態度 兩次不同 可是他們對金華城的 這個不法利益的態度是 兩次都是確定的 兩百億 一次是一百多億 一次是兩百億 所以地院的新政 不同的法官對於金華城 第一個他是不法利益 這件事是確定的 第二個認定的不法利益 越來越高了 為什麼從一百多億變成兩百億 我跟大家講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之前我們一直只認定說 這不法的利益是 20%的容積獎勵 這20%的容積獎勵 大概涉及五千多坪 樓地板面積 每一坪市價兩百萬 就大概是一百多億 但是到了上一次的地院的 裁定書裡面 提到說不法利益兩百多億 這是認定說 金華城整個都市計畫法 自提的這個都市計畫書 全部違法 也就是包括說 連容疑的部分都是違法的 連這30%都違法 對 所以才會高達兩百多億 也就是說 現在的地院的新政是 整個科市府通過的那一整套 金華城 依都市計畫法 24條自提的都市計畫書 現在都認為是不合法的 這是第一個地院的新政 那我想未來就算正式進入司法訴訟程序 換了法官 我覺得也不會改變太多 再來那一天我看到 柯文哲的律師 布出法庭之後 臉色凝重 而且講了三個字 講這三個字 就像是醫生 布出手術室 你說盡力了嗎 對 臉色沉重說盡力了 大家想想看 這個畫面就出來了 就很像醫生 布出手術室 然後家屬很緊張 圍著醫生說 怎麼樣 醫生說我盡力了 這通常就是 沒救啊 狀況很嚴重 我們不要說沒救 狀況很嚴重 因為大家還記得 之前在偵查的時候 那個律師還恰咬咬的出來說 怎麼可以以A案問B案 怎麼可以12個小時的問目可 所以如果說在那個偵查庭裡面 在那個積壓庭裡面的話 肥檢出示的證據 如果不夠齊全的話 這個律師可能會出來就開始說 不夠齊全啊 什麼跟第一次一樣 怎麼有這麼大的差 他可能就會跟著黃國昌一樣 他們在抗議 對 可是大家看一下喔 這克文哲是只有三個律師耶 三個律師都點點耶 對 都沒說話耶 然後就是政治人物 在那邊講政治語言 對 可是三個律師之前 不是法官 就是檢察官 三個出來 通通不敢講話 唯一敢講的 只有三個字叫做盡力了 然後接著臉色沉重 那代表什麼 這三個律師完全知道 在積壓庭裡面 這一次北檢拿出什麼證據 對 拿出的證據是 第一個 柯市長不得不承認 所以裡面的裁定書有寫到說 柯市長已經坦誠部分事實了 第二個是 這個裁定 這一次北檢書試的東西 是連三個律師都沒有辦法 在幫柯市長辯解了 所以只有臉色凝重的出來 跟大家交代說 我們盡力了 我們盡力了 所以我覺得即便再提抗告好了 結果也不太 我覺得也不太會變 那出不來了 我覺得不太會變 因為今天看到 我們高等法院對其他的被告 對 快很準耶 那個抗告書一送進去 你根本沒有發回重新更審 直接就是駁回了耶 代表說連地院也好 高院也好 認為這個案子 第一個 犯案這個嚴重程度非常嚴重 然後不法利益十分龐大 而且這一些人 涉案程度非常嚴重 柯文哲今天被一槍斃命 我發現柯文哲這輩子 從來沒想過說 他會戴上手銬 他會坐上求責直奔吐乘而去 而且令他尷尬的是 今天在吐乘迎接他的 不是小草不是他的科粉 而是全部都是科黑 高舉哲土神的選擇 柯文哲讓他斯文掃地 讓他狼狽不堪 但這個是柯文哲最慘的狀況法 不 他最悲慘的狀況才剛剛開始 我們看到地院今天的新聞稿 出來的時候非常明確地表示 我們知道高院昨天已經講到 你不要說你都不知道 你明顯地深入這個 積極介入金華城 高院不但講你積極介入金華城 今天地院直接講 你是違背法律 執意為之 而且你是貫徹意志 整個不法的利益高達200億元 那高達200億元 都是懷疑說 你中間有沒有期約 有沒有行為 但鞏固的 基本上還是在圖利 那你講說 圖利罪就是五年以上 五年以上 沒什麼了不起 不 現在更可怕的是 整個裁定書出來了 裁定書出來了以後 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講 那真的是一槍斃命的判決 怎麼樣 原來他真的有一些 不明財產的來源 而且在整個審慶金 論功行賞的時候 竟然有不明的錢 跑到了柯文哲的配偶 跑到柯文哲的子女那邊 如果這個敘述是真的 現在不是柯文哲有事 但是當時透過ATM 去存錢的陳美琪 可能也會有形式上的一個 乖詞 更不用講說 裡面談到柯文哲 對自己的帳目 對自己的錢 支出必証 清楚得不得了 這麼精明的人 你怎麼可能 蓋了張你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看起來 檢調已經有完整的證據 而且可怕的是 他已經不是獨立罪 不是等於說 不是沒有經理往來 他中間已經被查到 經理往來 而這個經理往來 真的可以讓柯文哲 變成貪污市罪條例的 違背職務的行賄罪 如果這樣的話 那就是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 好 我們今天請到 齊爾賓在這方首位的 資深媒體人趙宇軒 宇軒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美島 電子報總長吳子佳 大家好 第三位是資深媒體人姚惠珍 大家好 第四位是 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尤書會 大家晚安 第五位是資深媒體人黎玉峰 大家好 第六位是政治工作者 葛宇軒 大家好 第六位是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李延峰 大家好 宇軒 我們剛剛講 親對對柯文哲這樣 狼狽不堪 私聞掃地 可是你說 這還不是他最慘的狀況 他最慘的狀況 才剛剛要開始 瓜哥現在柯文哲滅你的就四個字 叫做眾叛親離 眾叛親離 你有沒有看到他上球車的時候 那個哀莫七夕的這個樣子 非常哀七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其實你想想看 現在身邊沒有任何人還在他身邊 包括李文綜 李文娟 這兩個兄妹黨 都反了 反了 端木正也反了 結果就連我們講的 沈靜晶就我們講的 彭震生就我們講的 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吳順明 易小偉 甚至我們講還有誰 邵秀沛 這些人每一個都放過他 咬柯文哲 邵秀沛律師還說什麼 柯文哲應該把他壓起來 一定壓 對 所以你想想看 柯文哲為什麼走上球車的時候 表情這樣 因為身在他身邊 沒有留存一個人 原本連他最後的依靠 最後的一些希望是什麼 小草 結果你知道等到他到了土生 他面對到什麼情編嗎 可憐 全部都可憐 大家都在喊說 都在喊這句話 所以你想想看 柯文哲面對到這個狀況 心裡面不會心有77M嗎 為什麼我十日今日 身邊沒有任何一個人 所有人都背棄我的戲 所有人都希望阿伯關進去 他也不能講說 我可以一揮動就是百萬部隊 結果現在 我所有的旁邊的小草 全部都遠離我而去了 現在一揮動 館長不好意思 再跟你打黑神話悟空 現在一揮動 不好意思 荒國昌在幹嘛 嘴巴眼著偷笑 不好意思我先去開會了 接下來我立委可以當四點 所有人都背棄他了嘛 所以你想想看 柯文哲面對到這個狀況 他要怎麼拗 因為現在沒有任何一個人 在這邊 沒有一個人願意挺他 大家各自鳥獸散 搶倒眾人推 全部都重判清理狀況下 柯文哲只剩死路一條 而且這個可怕的是 今天地方法院 將他收押境界 收押境界 跟昨天高院一樣 你是積極介入進化程 不但是積極介入進化程 你是違背法律執意行之 而且他就判斷 這個不法的利益 高達200億元 200億元怎麼可能說 你就獨立 中間有沒有期約 這個還在偵查當中 甚至還講說 阿伯的這個所謂的影響力 它會影響到證人的爭吵 所以非壓不可 可是你壓了之後 更可怕的事情來了 原來除了這個新聞稿之外 裁定書出來了 裁定書之本 根本就有非常明確的證據 真的有錢 流到了阿伯的口袋了 如果說第一版是陽春版金錢版 那我不好意思跟各位報告 這一次我們講的新的法官 所裁定書來裁定書 根本叫做準判決書 準判決 因為他把所有阿伯 可能涉犯的罪狀 以及可能涉犯的刑責 可能涉犯的刑罪 可能涉犯的刑期 以及涉犯的收法 還有犯罪記 首先第一件事情 他直接跟你講說 柯文哲又不是傻了 阿伯跟你說什麼 我跟你講 金華城848龍基率 我30月才知道 直接完全打臉 他寫得很清楚 柯文哲都會在公文上合章 而且對於每一次的會議 介入各個環節 策案頗生 多次簽辦 他都有簽章 都有提醒他可能違法 都有可能提醒他圖利 但請問一下柯文哲 他說不可能 而且直接講說 柯文哲是在應小微的便當會之後 非常清楚 你不要說你不知道 你在應小微的便當會以後 你就積極介入金華城 而且幕僚已經提醒你 有違法 你還知道 提醒你違法 你一樣蓋章放行 還有這最關鍵的 沈慶經 論功行賞 沈慶經有論功行賞 沈慶經論功行賞的時候 重點來了 妻兒的賬戶 竟然出現不明的資金 還有柯文哲的手機 有刪除對話的記錄 他等於在說什麼 第一件事情 柯文哲絕對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他是有犯義 這個叫做明知不可而為之 換一支圖利罪 第一段直接給你判掉 第二段他講做什麼 你柯文哲說 你都不知道對不對 說450萬會掉 你不投 他說都是誰幹的 李文娟幹的 我不知道他匯進來了 他說錯 他說因為跟我們了解 柯文哲對於自己的金流帳戶 具細迷移的掌握 他叫做精明幹練 這法官說他四個字 他居然顯得那麼清楚 他說柯文哲身為市長 對於必須親簽 而不是下屬 可以決心的公文 用印錢 一定要詳悦內容 他不能說他不知情 還有他認為他在市長日內 每天早上 你不是講說你每天七點半嗎 你每天不是講你嗡嗡嗡嗎 還有重點在這裡 你扣案的截圖表示 他對於自己的帳戶 金流掌控支配 巨細迷迷 環環相扣 精明幹練 你怎麼可能說 你在用印之前 不知道下屬 簽辦提出了一個違法的意見 換言之他把原本出成法官的意見 全部給答應 但不只是這樣 現在柯文哲圖力最清楚了 連他帳戶的金流也清楚 結果他在跟你講說什麼 不只是這樣 他說如果說你在判決之後 保理哥我跟你講 他真的有在看新聞 你知道這個法官非常清楚 私事發展 他說這一段在講什麼 他說被告已經我們講了 明明知道這個是超過兩百億人的 龐大的圖力 但他竟然幹嘛 跟被告聚位 他講的是什麼事情 他講逃出引員 他說你柯文還可以趕給我去 逃出引員 對不對 這種情況之下 你還說自己是沒有事情嗎 這個太可怕了 董博文在看成這樣 他說柯文在犯圖力罪嫌之後 竟然還敢跟沈慶慶會變 完全不必瓜田裡下之嫌 如果判決被告無罪之後 他還是跟他聚會 難度悠悠之口 所以我告訴你 為什麼法官清楚知道他的時間點 他自己講的 2024年他選戰敗選之後 心情不好 所以沈慶慶招待他去逃出引員 講的就是這一場 而且不只是這樣 他說現在檢察官來掌握一件事情 更可怕的是什麼 他說當現在沈慶慶在論功行上 也就是整個進化成案840% 容積率大公告成之後 開始在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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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在發錢 印曉慧在發錢 結果與此同時 竟然有一個人的賬戶也增加錢 這個人叫做誰 所以是共犯印曉慧 分配共犯審慶金 行賄款項有不明去向之際 結果這個時刻出現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居然說 論功行賞的時候 有不明來源 賄入柯文的配偶跟子女賬戶 所以現在終於搞懂了 賄賂的是誰 就是陳佩琪的帳戶 而不好意思 剛好那個時候陳佩琪 後來這些不明金流 現在大家有懷疑 那你四千三萬哪裡來 所以我跟保洁哥講 你知道陳佩琪他不是第三夫人 我現在更正 他終於第一了 你知道他是什麼嗎 他是第一女車手 他終於我們講 整個金流就是賄弱的金流 甚至是我們講的黑鏡的金流 就是透過陳佩琪這邊在哪 而且你看他講說 在這個什麼犯罪程序裡面 柯文哲他做了一件事情 最不應該他說什麼 公史陳述前後不一 換言之你柯文哲講的話 跟映小偉講的話 跟沈慶晶講的話 跟彭政生講的話 不一樣 所以他說未來可能會有 避重就輕 翻譯前詞 甚至勾竄犯證人之疑律 而且現在喔 他說我法官對不對 我要判的不是徒利 徒利我已經確定你了 但我現在看到的就是說 你柯文哲明明有不靈的金流 而且沈慶晶跟映小偉 就是在論功心上 換言之這一件事情 很顯而易見的是第四條 絕對不是第六條 是有受惠十年以上 但你現在在浮動調查的狀況下 我是懷疑你柯文哲 未來會變成什麼 賄弱罪重罪 而且那天 不是檢察官直接帶一隊 去衝到他們家嗎 衝到他們家 不是有一個小時去不開門嗎 這非常清楚 今天定員檢察官講 你那一個小時就是什麼 一個小時就是妨礙公務 而且不但是妨礙公務喔 他說這個一小時 柯文哲在幹嘛 柯文哲在湮滅證據 他不但在湮滅證據 他也把他的對話記錄 一個一個給刪掉 而且他在串聯誰 他在有一個潛在公辦 到現在我們還不知道 那個潛在公辦到底是誰 他居然把他潛在公辦的市政 全部都一個一個刪掉了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想想看 現在北檢你就搞懂了 原來他們是在搞什麼 五間道疊對疊 那時候明明你柯文哲 繼續我們進入 我們就假裝說沒有啊 他很配合調查 結果在劍中裡面 就跟你講 沒有他是妨礙公務 那妨礙公務為什麼 他就說你就是畏罪 否則你幹嘛做這件事情 你就是在對面的時間 要嘛第一個叫做煙滅證據 要嘛第二個 為什麼我說你煙滅證據 因為你把手機的對話記錄 刪除掉 而且我們都恢復了 都是一些關鍵的金流 關鍵的對話 再來你很有可能利用 這一個小時間 趕快串聯其餘的共犯 那保麗哥他說共犯 我跟你講今天就有一個人 心機鬼祟你知道誰嗎 黃珊珊 你知道黃珊幹嘛嗎 走後門 走後門偷偷的跑到 柯文哲家裡面去 大家想說那不就是有這個呢 你就是在逃的共犯嗎 畏罪之取喔 代表法官已經認定了 你的行為舉止已經驗證 你是我們講 有 而且我們剛好 在政文三十年不是講 他有實質影響力嗎 等我們看這一段 他的裁定指出 為保障被告將來反對結問權 跟證人證言的證結 就代表柯文哲現在是有影響力的喔 他會影響到證人證結的證言 就是你現在這個證人會因為柯文哲而被影響 所以你一定要關起來 而且不能通訊 否則證人都會受影響的 保隆哥你知道 法官講這句話絕對有道理 為什麼 因為當柯文哲今天已經被我們講的 羈押禁見了對不對 他還可以幹嘛 發影片 所以代表他外面還有後手嘛 那發影片之外 柯文哲現在還可以見一個人喔 你不要以為他禁見了 他還可以見誰 他還可以見律師 律師 所以如果透過律師 如果他在外面還有實質影響力 你想想看這些彭政生 包括我們講的易小威 甚至我們講的神經驚 他們的先前是不是都還要提出康告 所以法官的意思是說 你柯文哲很顯然有實質上的政治影響力 還可以去影響到這些被告 而他們現在的證詞或許有真或許有假 影響真結的意思就是說 你會去玷污他們證詞 而且這是一個高達200億元 我們講的非常重大 攸關社會公眾利難件 所以就算我交保金 不管給你500萬 不管你1000萬 我都覺得這不符合比律原者 以此法官認為絕對要激壓金錢 但保隆哥我們講完了 請問一下他只覺得要激壓金錢 根本不是 他根本認為柯文哲涉嫌獨立罪 涉嫌受賄罪 以及涉嫌財財人員不明 還有創供涉嫌重大 柯文哲這下午已經是個貪污被告 非常嚴重的犯罪 好 回答我們看 今天柯文哲已經扣上手銬 坐上求責直奔土城而去 而且我覺得非常難堪是 他們喊清東 清東 清東 叫他去進那個土城看守所 本來是台灣的選擇柯文哲 現在變成土城的選擇柯文哲 狼狈不堪斯文掃地 但我想說夠慘了吧 就沒想到你說 看來這個裁定書 才知道柯文哲悲慘的命運 才剛剛要開始 原來他根本不是五年以上的土力罪 他根本就已經涉嫌 剛剛講到有不明財產 有不明來源 剛剛講到這根本就是第四條的 情賄罪了 是 我跟你講 這一次的一個裁定書出來的結果 事實上土力罪幾乎是已經確定 而這個確定是連柯文哲本身 可能都沒有要去跟你爭辯 這個部分事實 才聽書寫得非常清楚 你說他大勢已去了 他說不爭執於申請書所指的部分事實 然後並有被告共犯證人之陳述 所以換句話說 這一次可以確定 土力是保底 再來邁向所謂的行賄之路 那行賄之路後來 他還講說那個行賄的過程 這是一個浮動的過程 我跟你講這行賄之路 為什麼會是寫的 現在最新的剛剛的裁定書 已經出來完成版本 他說第一個有沒有金流 跟你講不只有金流 柯文哲贊戶的金流 還有包括他怎麼支配 包括怎麼掌控 還有包括他的金流的去處 他非常清楚 所以柯文哲講 我不知道啊 那個怎麼1.2億元的選舉補助款 他就會給我 分成三筆會給我啊 分了三筆七千多萬 會到我三個戶頭 我都不知道 是人家跟我講 我看了戶頭我才知道的 所以第一個巴掌 就打柯文哲 你說你不知道 事實上 你不只知道你的金流 你還有支配跟掌控 而且這個不是隨便講的 這個就是從 扣案手機的對話截圖 扣案扣誰的 是扣李文中的 還是扣這個易小暉的 還是扣誰的 因為從這個 扣案手機的對話紀錄來講 你怎麼知道 柯文哲對自己掌握的帳戶 金流掌控支配 巨細迷移環環相控 精明幹烈 是 而且我跟你講這個是一個 本身柯文哲已經知道 已經證實 柯文哲你不僅知道你的金流 你還支配 第二件事情我跟你說 他整個火都開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說 整個火都開了 沒有這件事情 我大膽預言 我覺得陳沛琦 可能也會變成同案被告 陳沛琦有問題 是 因為這個他們直接的 現在詳細版的財經書說 審慶金論公刑賞期間 他的不明資金流入他妻兒賬戶 那現在大家想說 論公刑賞期間什麼期間 就是三次便當會期間 三次便當會期間 還記不記得之前金中堂寫什麼 說有一個七百萬的不明來源 還有用現金一百七十萬 存入他們自己的戶頭 拿現金用ATM的方式存入 然後他說什麼 現在這個法官的裁定 已經告訴你 這個是陳沛琦論公刑賞期間 存入妻兒賬戶 所以第二打打誰 打就是打你陳沛琦 而且很重要一件事 是透過共犯應小威 應小威 所以四千三百萬元 是不是也是在那個期間 所以應小威的角色 就在這個浮現出來了 所以慢慢其實裁定書裡面 所以已經把他整個金流流向勾冒出來 論公刑賞期間 錢四千三百位 四千七百四十萬 是先由應小威拿去 拿去之後 進行相關的分配 而在分配的過程裡面 進入到不只是柯文森 連他妻兒的帳戶都有 然後我覺得柯文森 剛剛提到一個 陳沛琦現在已經不是第三夫人 是第一女車手 這個幾乎是確定 因為他竟然是拿現金 透過ATM的方式存進去 他講說是他的什麼 爸爸的一個隱藏或什麼的錢 所以第二把掌 這個猜題數打給誰 打到陳沛琦的臉 現在我覺得陳沛琦 搞不好會變成下一個被告 再來 不是 現在我們最新的 我們東山新聞拍到的畫面就是 今天黃三三鬼鬼祟祟的 跑到了陳沛琦家裡 跑到這邊家裡面幹嘛 他是走後門 你看看這個畫面 走後門 然後在這個畫面 在巷子口 東張希望 因為他們就這個畫面 巷子口 東張希望 東張希望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人 開會其他人又開始打電話 打電話以後 就透過柯文哲家的後門 頭頭進去 進去之後 跟人家搶出來 就搶誰出來 搶陳沛琦出來 手車去打 不知道 是 我跟你講 這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我跟你講 如果我們都知道柯文哲 或者是檢察官 或者是法官 所有相關對於整個罪行 目前為止 誰最清楚 柯文哲律師最清楚 陳沛琦現在未來 有可能轉成被告 你們這樣有沒有進行 所謂的串貢之實 這個要非常小心 其實在這裡要再呼籲一下 你們已經有一個人 被收押境界了 現在不要真的是變成 夫妻同事 這太可怕了吧 我是覺得再下去 真的是還滿可怕 而且其實這個財地署寫的 真的是惡性重大 法官認定 柯文哲有財產來源不明 那事情就大條 那代表是不是 他的這個4300萬的房子 用現金買的 是誰的錢 對 這個部分看起來 是有財產來源不明 還有一個 因為現在傳出來說 這個4300萬的房子 這個屋主 他根本就是威京集團的人 如果你真的是威京集團的人 那你到底是柯文哲自己拿現金 還是說這個房子 直接過給柯文哲 然後錢有別人付掉了 是 然後再來 我跟你講 再講到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目前為止 柯文哲的口供 跟沈金晶 易小微 彭正生 三人不一 我跟你講 現在的意思 沒有現在用行賄罪 直接壓你的原因 是因為你們現在有一些東西 還有點都不懂 但是根據法官的 你的金流確定是有 財產不明確定是有 更誇張的事情是 財產還留到柯文哲 七額的帳戶裡面 所以我覺得 真的整個贏了犯罪的輪廓情貌 很快應該就會水落石出 然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到現在 他們還想要淹滅證據 還要淹滅證據 今天那一天早上八月底 那一天去GT他家那一小時 是一小時 對 那一小時 那關鍵的一小時 現在已經被法官直接認定 你在從事淹滅證據的行為 妨礙公務淹滅證據 而且你把你手機 很多的對話給刪掉了 是 所以在這最後一個時刻 其實真的如果佩琪姐 有在看電視的話 回頭是岸 不要一家老小都在監獄裡面 這個東西 今天出來本來就 你就順著昨天的高院 甚至昨天很多人都覺得是交保 你說非壓不可一定壓 結果今天真的壓了 真的壓了以後 我看了裁定書才知道 欸 問題大了 不是說 你只有這個所謂的 積極介入計劃程 你不是說你執意為之 你不是貫徹意志 你非要 等於說你徒利 兩百多億 這裡面 沈慶經的論功席章 你知道 你跑到神慶家裡面 什麼時候唱歌飲宴 你知道 就今天 連錢的金流 都有問題了 法官現在在敘述這整個事件的發展 他不是敘述過去 他現在在討論未來 他認為說偵查 是一個浮動的狀態 目前來講的話 雖然在所謂的 圖利罪部分 比較明朗了 但是有關這個 違背職務務 違背弱罪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他認為還要繼續追查 追查了 為什麼追查呢 這個圖利 圖利罪的這個標的物 全是兩百多億的 那他目前所查到的匯款 跟這個東西 還不能夠 不能夠對稱 所以我認為說 他把圖利罪部分 他已經講清楚 你看有沒有 我們談過一個概念 他明知 是最重要 對 就是明知精華成案 違背法令 人質亦為之 你看這個多可惡 他明明知道 這個是違法 違背法令 他非要跟你幹到底 那這個人是誰 柯文哲 這柯文哲嘛 所以今天他認為說 這個就是你明 我這兩天一直在談 就是說明知故犯 才是真正的核心問題 而且我跟你講在這個 這個裁定書裡面講清楚 他說根據金華成的容積增加案 你是跟了共犯應小為便當之後 你就開始講清楚 積極介入各個環節 你涉案頗深 而且當時都發局 連你的幕僚多次簽辦會簽 都已經提醒你 所以這兩天為什麼 今天這個邵佩玉啊 這些所說的 這些證詞 已經告訴你有違法圖利 但你還在上面 跟各當 吹回才沒有 明知違背法律 執意為之 所以這個執意為之的人 是柯文哲嘛 而且明知違法也是柯文哲嘛 所以柯文哲才是真正的 這個本案的主謀人物嘛 而且你沒提到 他說檢察官身押時候提出的公文 公文上面就已經提醒柯文哲 你可能有違法圖利囉 所以柯文哲怎麼可能不知道 柯文哲不知道是他的推託之詞 但是現在到今天為止的裁判書 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在圖利部分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確定了 這個部分已經大致確定 所以他現在的問題 我們現在不是在談圖利 是要談後面的賄賂的部分 對 就是有關金流的追查部分 所以我當我昨天講過一句話 在整個這個攻防戰之中 台灣台北基檢署一定是百分之百會獲得勝利 因為他已經掌握了先機 有兩個關鍵的key man 兩個關鍵人物 現在在北檢手上 對 一個就是副司長 彭政森 另外一個就是審慶金 但現在彭政森部分 大概大致上已經取得一個合作的狀態 對 所以圖利確定 這個是圖利這部分 大概框架已經出現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現在審慶金部分的金流 那審慶金部分的金流 因為他的金額太 他講得很恐怖 他的圖利是200億 那200億我們現在想想看 200億不管是期約 或是前金或是後謝 那個是什麼樣的金額 非常龐大的金額 所以目前檢察官要偵辦的對象 是說這個是核心 那好 現在問題來了 為什麼要欺壓他 因為你這個金額太大了 大到你一定會用你的方法 去阻擋這個整個偵查的進行 就我昨天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實質的影響力 對 你的實質的影響力太大了 你看你手上還有什麼 八個立法委員 你還有這個館長還可以包圍北檢 對 你有力量 而且現在這些所謂的證人 大部分是誰 公務員 他的下屬 都是他過去台北市政府的下屬 所以他會影響到這些證人 證言的癥結 對 他就是說這個 因為這個什麼意思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他的交互結問 因為我們在行庭 在開庭的時候 大家雙方要交互結問 你要對證人交互結問 對 所以當他如果仍然有有實質影響力的話 他在交互結問的過程當中 那個威士威嚇 甚至威嚇他的家人 他的下屬會啪的 都讓那些 那些下屬公務員 面臨到 在法庭上來來講的話 可能會改變共識 對 所以這是 那為什麼他確定一定要收藏他 因為這個金額太大了 太大到我不足以 我不足以用交保來處理 我今天就這樣給你一個 重保的情況之下 他裡面有提到 根據我們中華民國現行法令 到時候他跑掉的話 對 我只能把他的錢 沒收到國庫 一點辦法都沒有 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這麼大的一個 200億的標的物 唯一這個法官 可以做這個 可以保全這個案子 順利推動的可能性 激壓 一個方法 只有激壓 他會講解釋得非常清楚 對 他不得已要激壓他 因為這個標的物太大了 那目前來講的話 他認為按照 檢方的敘述的情況之下 很有破案的可能性 而且會有重大破案的突破 那可是今天 這是目前的司法部分 但是我們在政治上來看的話 今天是台灣政治史上 一個重大的進展 這個一個所謂的 一個讓我們 改變了我們台灣的選舉 結構的一個柯文哲 對 他是我們年輕人 崇拜的偶像 但一夜之間 現在變成一個 貪污嫌為犯 好 楚沛 剛剛講的 現在這個採定書 再加上今天的這個 所謂的中壓境界 柯文哲完全被印象批評 而且不但是說 你現在在金華城上面 如果金華城這個 已經確定圖利的話 未來中共的那個 所謂的萬大國在市場 包括你的北市科 不是對於說這個骨牌效應 一個一個來的 兵敗如山倒了嗎 其實我今天看到 柯文哲上銬 然後步入這個球車的畫面 我是非常感慨的 因為上個禮拜我們才看到的是 彭副市長 這禮拜又看到市長 我算一算 這應該是台北市 近三十年來最大的弊案 金額最高 涉及的層級最高 對 那實在是駭人聽聞 兩百億 那我們看到這一次北檢 大家看到今天民眾黨的聲明 一直在問 才差幾天而已 到底有哪裡不一樣 不是採用的試證都是一樣的嗎 對 大家都問 到底哪裡不一樣 我跟大家講哪裡不一樣 據我了解有人提點了北檢 有人提點北檢 對 策略不一樣 策略不一樣 之前一直被這個柯文哲帶歪了 只從結果去看 結果柯文哲說 哎呀 我不知道那八百四啊 我沒有參加一百一十年 九月九號的都委會 我無從得知 那一次的都委會的決議是違法的 只從結果去看 但是這一次北檢 把首尾連在一起了 我帶大家複習一下案情 這一次的這個金華城爭取容積 率是兩部曲 先從一百一一百零九年的三月十號 那一次的陳情開始 那一次的陳情是爭取 允建樓地板面積十二萬平方公尺 那一次如果爭取到 容積率會到六百七十九趴 可是那一次都發局是非常清楚的 上了一份公文給柯文哲說 我們不同意跟金華城私下談 如果私下談的話 我們有圖利的問題 大家還記不記得 上了公文拿柯文哲不但批了 還寫速審速決 你為什麼要人家速審速決 你為什麼要快呢 可是更荒謬的是 同樣一天三月十號 他又收下了應小威的陳情信 然後要求都發局說 等金華城的陳情信來 你就把他交辦 所以這就是今天法官說的 明知違背法令卻直譯為之貫徹意志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剛才講 都法局剛才講幕僚已經多次簽辦會簽 而且提出有違法圖利 而且在公文上面都有副資料 公文上的副資料都已經提醒科文哲 你可能違法給你跟圖利 所以還是要硬幹 就是在講109年的這一段 允建樓地板面積 所以今天才訂書就是說 你明知道只要超過560都是違法的 就違法獨立了 不管你是679 672或者是840 那這兩天包括林青龍 林周明出來講 也都是在講這一段 允建樓地板面積這一段 所以北檢今天把頭尾連在一起了 你自始就知道 只要給金華城超過560就是違法了 你現在只講說我最後那8004我不知道 所以那個8004都是都委會 那個8004都是彭晨晨跟我沒有關係 可是起頭已經告訴你說 你只要超過560就是違法 就是圖利 這個你是簽了 對 而且是你堅持要交辦 要求都委會必須研議的 所以這就是今天地院 彩信北檢的最重要理由 這份公文很清楚的寫著 會有圖利的問題 很清楚的寫著 我們希望等到行政訴訟的結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叫做人證 剛剛那個叫市證 我之前提過 彭震生8月26到議會來取證的時候 曾經證明說 柯文哲曾經問過他 人家金華城要的允建樓地板面積 為什麼我們不給人家 彭震生跟他講說 現在大家在訴訟之中 等訴訟結果再說 如果贏了我們就要給人 贏了我們就要給他 所以人證物證都有 都發局告訴你了 公文告訴你了 彭震生你的副所告訴你了 你還是堅持做貫徹意志 這就是今天地院說的 你不能再說你不知違背法令 第二個不同是哪裡呢 法官認知柯文哲的智商不同 上一次的地院認為柯文哲 他什麼都不知道 不懂 不專業 但是我們今天的地院法官 認為柯文哲精明幹練 不是什麼都不懂 不是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這兩點不同 啊